大熊猫 巴巴巴 一位猫粉真实的留言 依依们 掌声再热烈些 让爱来得更猛烈吧 七仔 你别说 猛大脑袋这呆头呆脑的样子 跑起来蹲蹲蹲的 还怪可爱的呢 怪不得依依们都喜欢它 嗯 谁说不是呢 前几天啊 萌兰的园子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大家都在看萌兰 人群中的一个小朋友问她的妈妈 妈妈 熊猫有啥好看的啊 这句话 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其实啊 我也想不明白 咱们有啥好看的 直到一位依依在网上是这样说的 因为它是一道光 可以照亮大人们灰暗的前路 因为它是一位医者 能瞬间治愈大人们伤痛的心灵 因为它是一个传说 能让那些不再相信爱的人 义无反顾地爱上它 所以孩子 我愿你这一生都不懂这些 我只愿你一直懵懂如少年 一生无忧无虑 欢喜无畏 似蒙澜 天哪 这也太暖心了 感觉是非常有道理的样子呢 来了 来了 你们在说啥呢 嗯 我们在说你是蒙大脑袋 脑袋大脖子粗 金虎舅舅 你这样礼貌吗 我脑袋不大 你就是觉得你是我舅舅 我不能跟你顶嘴呗 太欺负熊了 那当然了 这就是我的优势 咋得你不服 嘿嘿 蹦 别以为我没法子治你 妈妈 妈妈 得得得 小祖宗 你可别喊了 一会真把你妈妈喊来 我就惨了 嗯 为啥 这是为啥呢 这个 我有帕杰综合症 一发病脑瓜子嗡嗡的 啥 帕杰综合症是个啥 这个 这个帕杰综合症 你一过来就是帕杰综合症了 我姐姐叙道起来 我干颤啊 哈哈哈哈 其实啊 我的脑袋真的不算大 熊熊界可是有个名副其实的 熊大脑袋呢 嗯 谁啊 大头王啊 你别太热闹了 上熊了 来了来了 哈哈 看你们对对对可真过瘾啊 哈哈 原来是你这个家伙啊 久养大名啊 家人们好 我是雪宝 很多人应该不认识我呢 但是 我可是妥妥的小熊星嘛 我在2017年10月4日 出生于上海野生动物园 是个男孩子 画面中这个 挺着小肚肚跟奶爸要零食的 这个熊熊就是我小时候了 大家都说我天赋一柄骨骼清奇 小小年纪就拥有了 惊人的腿部腰部力量 凭借着这个插腰挺肚肚的视频 小时候就迅速火遍全网呢 吃竹子的积蓄 似乎全都长在脑袋上了呢 是同龄熊熊里头位最大的呢 医医们都亲切地叫我雪大头 大头娃娃 视频中做着炫饭的小熊熊 是我青梅竹马的妹妹 我家的小童养席 叫千金 现在我们一起都在上海生活呢 齐开 我才不是你家童养席呢 家人们好 我是千金 2017年10月10日 出生于上海野生动物园 雪大头只比我大几天而已 我就得叫他哥哥呢 我们是亿父亿母的兄妹 我的性格温柔又活泼 江湖人称千金大小姐 大家可别被他的外表欺骗了 这家伙可厉害着呢 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下面的熊熊是我 这第一次见面 就冲我吼叫呢 把我吓了一跳呢 哼 你少卖萌 后来都是你在欺负我啦 这是雪大头小时候懒得走路 让我背着他 这是我在玩秋千 雪大头想咬断绳子 摔袭我 哼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多了去了 我都懒得说他 哈哈 这爱得有多深 打得就有多欢啊 你这是在说你跟飞云的相爱相杀吗 其实啊 每个熊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呢 我的脑袋大是特点 听说秦岭的熊熊都是大长腿呢 哈哈 七仔 你的大长腿呢 是娟了吗 大胡子 你给我滚犊子 总有特例呢 我估计他说的大长腿 应该是那位大美女 身高一米八 腿长一米八 哼 他说的应该是我 但是啊 金虎 你说这比例 那应该是一双筷子 哈哈哈哈 其实啊 这有大长腿 势必也就会有小短腿呢 小腿丑着巴掌长 也是可可爱爱呢 哎 金虎救救啊 你就直接抱我的名字好了 熊熊姐救我的腿腿是最短的呢 姐姐 没关系 你在我的心里有一米八 嗯 是的呢 我觉得我也有一米八 小家伙 我也腿短呢 大家都说高高不高呢 但是啊 乙乙们依然爱我们啊 其实啊 不管我们长什么样子 都是乙乙们心中的怪宝宝呢 乙乙们都说我们的可爱呆萌 是照亮他们心间的一束光 能够治愈无数的心灵 但是啊 他们长途跋涉地来看我们 他们在网上默默地关注我们 看到他们那温馨的笑容 对于我们来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治愈呢 这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呢 他们对我们的守护 也是一束光 照亮着我们 奇仔啊 说得真棒 不过呀 你这罗儿一本正经起来 还挺让我钦佩的呢 你快闭嘴吧 这熊屁都拍到熊的脚底板了 哦 闭嘴可以 但是 不说话是不可能的 我可是个大话佬呢 点赞关注不迷路